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这款蓝色的是新的MG领航 它的外形设计前脸和MG5非常的相似 但是它是一款SUV车型 因此在整体的正立视觉的宽度上 都要比轿车看上去的更饱满一些 原先我们都知道这个MG有HS 其实这款车它的尺寸要比HS稍微大一点 看一下车尾 车尾也是很有运动感 设计很饱满 这是一台蓝色的 旁边还有灰色版本 灰色其实更加的战斗 而且它采用了一个双色的轮圈样式 而很运动的卡前喷成红色 然后车身的侧面呢 在底部门槛这儿是有红色的标线 这个排气口是有度过装饰的 TRAFFEE代表它是一个运动版本版 然后是有1.5T和2.0T的动力 内饰看一下 内饰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包括这里呢 就是运动的 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在这里 然后电子拍档 包括座椅 高斯音响 金属面 整个羽形还是非常的运动化 电动尾门 行李箱空间看一下 非常的规整 下方呢是它的备胎 以及BOSS影响的DNA单元 然后 有一些储物格的余量啊 会比出后换啊 既然和HS保持的超度一致 所以这款车未来的价格呢 可能跟HS会比较接近 而且这个外形呢 看上去 辨识度 还有它的力量感也更加的十足 包括它的大灯啊 可以看一下细节 还是非常期待这款车的一个试驾体验 包括这些中网的设计 曲面的曲线造型啊 都是要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这是两代车型的设计风格 然后原先的 比如说像是这款啊 就是它的 大E的ZS 大E的ZS 那原先的是 它的 中网格山是这种点状的 点状的格山 那如今呢 邵永先生 将它自己的设计理念 又进一步的进化了 变成了现在这种 可以看到 是一种曲线会比较多一些 包括车身侧面 其实还是保留了 传统的一个光影 就是它的一个曲面的 门板 这个对于冲亚的工艺啊 是要求非常高的 哎 这款车其实是保留了原先呢 像是 HS的一些 优秀的设计传统 同时呢 又增加了一些 新的设计元素 所以让整款车的 看上去更加的年轻化 还有 时代感 对吧 现在很多年轻消费者 就喜欢这种设计风格 那OK 那这一期呢 就是明觉在今年北京车展 带来的新车的一个小霸道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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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